首先来看北京时间8月21号 美国国防部正式通知国会 美方引向台湾出售总价值 约80亿美元的66架F-16系列先进战机 及相关设备并提供支持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将对参与此次受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包括对参与此次受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必须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中方维护自身主权统一和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 耿爽重申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 停止受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必须完全由美方承担 感谢观看 仅上述 北口 散 参与